Dragga 品牌 在我小時候 Dragga 品牌形象 它一直是高過於雙B 為什麼因為它富含了相當鮮明的運動特質 你知道嗎 Jaguar的跑車從1948年開始 等於到去年它是75週年 可是你知道在中間它其實贏得過無數的獎項 尤其大家記憶點會比較深刻 是它曾經贏得了7次Lamance的冠軍 在1951年到1957年它就贏得了5次 後來因為政策的方向 所以它中間退賽 但是在80年代它重返賽事 等於1988到1990它又贏得了2次 所以你知道嗎 在那個年代50年代 Ferrari還不成氣候 Polger還是個小朋友的時候 Jaguar在賽場上可以說是讓人相當畏懼的跑車品牌 尤其它每一款賽車都獨具特色 就好比說它的第一款跑車 XK120你現在在看還是有那一種 就是優雅俊勇的風格 而且它在C-Type當時的煞車就已經相當厲害 它就已經用了前六後四卡鉗 那麼如果要說最美的跑車 那麼莫過於它在60年代推出的E-Type 你知道嗎在那時候 Enzo Ferrari都曾經讚嘆E-Type 是全世界最美的車款 因為它的線條比例 就是它從A柱一直流暢到車尾 搭配長車頭 即使你以現在設計的眼光來看 它在當時設計都稱得上是前衛 那麼F-Type我們試駕了很多次 今天試駕R75其實最主要就是為了紀念Jaguar誕生的75週年 而且我們試的版本是R75的Convertible 嚴格講起來它算是Roster 因為Convertible跟Roster的差異點在於 Convertible它是比較能夠詮釋GT跑車的味道 但Roster它就是一台跑車 尤其今天算是雙座敞篷 所以我覺得用Roster來定義它 它更能夠詮釋Jaguar的賽車精神 你知道嗎 這台車它即將停產 它即將走入歷史 但是它走入歷史呢 不是因為它設計不好 而是Jaguar的策略轉變 他們在2025年 它要全品牌由油轉電 就是未來的Jaguar就是一台電氣化的品牌 等於在這個末世前 我想要再感受一下B8的策略 給我的救贖 那如果要聊到Jaguar在過去75週年誕生厲害的跑車 它可以說相當的多 除了我剛才提到的SK120 除了C-Type 還有它冷孟的長勝均D-Type以外 還有包括在90年代 你知道它曾經創造過世界最速的跑車 是什麼車嗎 XJ220 當時XJ220呢 還有兩種引擎 它有V12的NA引擎 還有3.5升V16 Twin Turbo的版本 在1992年它問世的時候 還曾經贏得 全世界最速超跑的美誼 所以打造一輛高性能跑車 我覺得某方面對Jaguar而言呢 一點都不困難 我在2016年就曾經試駕過它F-Type最強的版本 也就是SBR 我除了在台灣體驗過以外 我還飛到了西班牙的MOTOLATE 也就是西班牙的G1賽道 你知道嗎 我當時開的那SBR多狂啊 575P我在大直線刷到了將近近280 接著重踩煞車降檔然後再過螺旋彎 它的四輪驅動穩穩的吸附住路面 當時我就覺得 哇塞 這一台Jaguar跑車真的很有樂趣 那麼E-Type呢 被公認為全世界最美的跑車 最能夠傳承E-Type精神的呢 莫過於F-Type 因為它就是以E-Type 它在設計的比例跟元素 等於某方面來講 你可以在F-Type裡面 看到很多E-Type的經典元素 就好比說它的A柱到車尾跟車頭之間的比例 它基本上呢已經擠進50比50的設計 另外就是長車頭短車尾 而且雙座的配置 它等於可以藉由駕駛座的重心貼近後輪 所以你能夠更細微更精準的去感受到 主要驅動輪它在慣性變化的那種細膩程度 它等於是一台相對容易架控的跑車 而且是一台優雅的GT跑車 尤其在小改款之後 它的頭燈再加上水箱護照的搭配 它比前期款的F-Type呢 多了幾分視覺上的侵略感 而且它的引擎蓋面積相當的大 它等於是涵蓋著前葉子板 所以在設計上呢 你會覺得它有一種獨特的風格 而且前葉子板呢兩側 它還有散熱的雨期 這一次的R75特式版車型呢 它的輪框用的是20寸的胎圈 前輪的胎寬是265 後軸是305 再搭配紅色的煞車卡鉗 看起來極其霸氣 它看起來就是一台碧泥群雄 但是又優雅的跑車 你知道它就連尾燈都很有戲喔 它就有點像是Lomance賽道的減速彎 這一次的R75呢 走的是優雅的路線 它並沒有比一般的F-Type 有更誇張的空力表現 但是它主動的圍翼 在你加速的時候呢 它會上揚 煞車的時候 也可以有空力煞車的效果 那當你在市區優雅的放慢速度 它又會自動的開合 打開車門 它的車門是隱藏式的把手 你坐到F-Type的座倉 我說真的 它走的不是一個前衛的風格 但是它有那種英國車傳統 但是又會讓你覺得動感的設計元素 就好比說我現在按下啟動鍵 那空調打開的時候 它的這個冷氣出風口會升起來 它一直給我一種儀式感 那麼坐在 我覺得駕駛座算是舒服啦 就是這個真皮的座椅 包覆性也很棒 長途行駛呢 它又能夠滿足GD跑車 該給你的那種需求 那因為我們試駕的版本 它是Convertible 所以它在時速50以內 它可以收開關篷 它開關篷是12秒 但是我說真的 它篷關起來的時候 那個隔音品質很棒 你再打開那個Meridian的音響 那就是享受了 那麼再回過頭來聊聊 開車的那個介面 你知道它其實介面是很標準的 因為你知道 坐姿越低呢 它的速度感相對是比較鮮明 但是你望上去 它除了有很棒的駕駛視野 不像一些超跑 就是你會覺得 視線就是憋屈啊 不容易叛位 它不會 然後它12.3吋的儀表呢 也很有科技感 中控台是10吋的數位螢幕 說真的啦 這個中控台的功能呢 沒有太科技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基本上 大家都是連結 Apple CarPlay或Android Auto 但是其他的 像空調旋鈕啊 按鍵的排列啊 這些我覺得都很救手 那尤其我最愛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排檔桿旁邊的行車模式 我總是一上車就切到了賽道模式 那你這時候 它排氣尾管 主動閥門會開啟 那麼你如果想要囂張一點的開 你再把尾翼用手動操作 讓它自動揚起 喔齁 你就能享受那一種 V8引擎 瞬間飽滿扭力炸開的那一種 耀色感 很快的 明年就是2025了 我們就要告別內燃機時代的Jaguar 我心裡還是很捨不得很懷念 所以我只能把握現在這個當下 好好的享受這具5.0升的V8 Super Charge引擎 你知道這具Super Charge引擎呢 它是雙轉子 Super Charge引擎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吹起來 它就好像是排氣量更大的NA引擎 它比較不會像渦輪引擎有渦輪池子的狀況 因為它是靠曲軸本體運轉 來拉動它的轉子 雙轉子呢 在渾厚的V8音頻以外 又能產出一股獨立尖銳的聲浪 所以在整個綜合起來 它是美妙的 而且搭配它的Quickshift的八速手自排 你知道嗎 不管是持筆或者是升降檔的反應 它都能夠相對契合這具V8引擎的特性 而且前中置的配置 重點來了 它能夠營造更好的配重 所以這一台跑車 它的車體配重 是前五二後四八 但是你知道它的座倉是後移的 換句話說 它可以用車內成員的重量 來增加它的荷重 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呢 等於它就是50比50的均衡倍重 它0到100的加速 它可以3.7秒達成 那極速有300公里 我開過讓我覺得相當有激情的F-Type 2 如果我們把SVR 就是比喻成大概911的GT3 你知道嗎 這輛R75呢 大概就是GT3 Touring Package的那個概念 它等於沒有那麼乖章 但是有相同的性能 重點是它的底盤調校 它沒有像SVR來的這麼的硬派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太過的硬派 它會影響到你在日常使用的舒適性 但是重點來了 這輛R呢 它的底盤一樣是由賽車部門進行調校 某方面來講 你等於在賽道模式 或者是在Sport模式下呢 它的懸吊支撐力就會自動的變強 而且在結合它的四輪雙A倍 以及均衡的配重 它開起來有一種磨力 它會讓你覺得開起來有一種 你想要優雅它給你優雅 但你想要戰鬥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咆哮聲 再加上每次升降檔的那種扯動感 那個速度有點光是否 而且藉由咆哮的聲浪來催行 還有相當沉穩以及優異的轉向指示 所以你會覺得開這一台車就是一台享受 時間過得真快 Jaguar很快就要轉為電氣化的品牌了 說真的如果之前你問我試駕過這麼多Jaguar的車款 我最喜歡的是哪一款 我會告訴你我試過HJ12 但是這台車真的就是美型 它那個俊勇的形象到現在 我都還深刻的留戀著 那如果在新世代我最喜歡的Jaguar 莫過於F-Type的SVR 你知道那一種狂暴 尤其是在MOTOLAND極速征戰之後 那一種心理的衝擊 你會發現原來Jaguar的跑車也是這麼的有樂趣 但相較於SVR的那一種狂放 我反而覺得F-Type的R75它更具氣質 而且在氣質的底韻裡面呢 它一樣能夠伴隨著讓你興奮的激情 如果你心裡是渴望自由 你也喜歡享受拉風 那麼Convertible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但至於我呢 我可能會更愛Coupe一點點 第一個是開篷我有時候會害羞 而且我可能常常會開著它下賽道 總之這兩款車呢 你現在收藏都不會讓你後悔 那麼提到收藏 我反而更推薦另外一款 因為它的限量極少 它是Jaguar的SV Bespoke 推出的ZP Edition 除了它有專屬的飾板 重點是它更限量 因為只有六個幸運兒 能夠有資格收藏 它等於是在Jaguar電氣化之前 能夠讓你最亢奮的車款